我們來看一下大家說 哇 股市動盪這麼厲害 現在是PTT上有很多網友 我們來幫網友解惑 可能也是你的問題 大家說說我們最近也討論過 元大20年美債 不管是不是元大 反正20年美債 現在是個熱門的債券投資標的 一樣幫我們按一下鈴 你覺得有人說現在可不可以all in 我不想選股了 不是說債券很棒 我就all in 買債券ETF 會贏嗎 兩票不行一個中立 就是應該不行啦 有那個 OK 人家保守買美債不行喔 現在你如果要買美債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可是all in 大概就有點太超過了 我為什麼說 不是說買美債不好 而是說呢 我們現在假設 假設你為什麼就買美債 對 因為你覺得它在谷底了 為什麼在谷底呢 因為升息再升息有限了 它快的話 可能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可能第四季 第三季末第四季就要降息了 那你降息下來的話 這個美債的這個價格就會上來 因為你是在想賺這個錢對不對 所以先決條件是呢 這個利率會下降 然後利率下降 那請問一下 那利率下降 開始釋放資金的時候 股市會不會漲 股市也強啊 應該也會漲嘛 對不對 那可是呢 你有看過債券漲一倍的嗎 不太容易看到嗎 那有沒有看過債券漲十倍的 沒有嗎 可是股票會漲十倍 所以當然是要買股票 這樣的話股市更好啦 對啊 不要偶爾留點買股票的意思 有明哥 對如果大家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的話 應該不陌生 我們在前幾集裡面都有討論 第一個的話 到底是買台積電好還是買美債好 那當時我們的結論是買美債 就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情 那不是說台積電不好 而是說台積電已經過了那個低點 但是美債在相對低點 那第二個我們在上一集的節目裡面 有沒有提到那個三百年的行情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那個時候也討論到企業的庫存 跟這個所謂債券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如果你還是問我說 你直接all in 我是覺得說這個有一點點太過不及啦 那你可以買 但是你說股票完全都不能投資 還是因為你做股票做不順 一定只能跑去買這個債券EDF 我覺得未必 那現在我們跟各位講一個趨勢 就是說 以債券的角度來講是好的 為什麼呢 其實不光是我這麼說 你去看美國 他這邊有去統計去年12月 針對那種管理基金 在8150億美金以上的319位的基金經理人 他們在去年12月份的一個佈局 他們整體的一個部位 結果你去發現 他們在去年12月的時候 他們在債券的部位是升了10% 那各位你完全沒有看錯 上一次升的時候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2008年 就是金融海嘯的當時 那這個也可以理解啊 也就是說因為金融海嘯的發生之後 美國是不是就開始準備降息 那一降息了之後的話 債券價格是不是就會開始反彈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開始在08年的時候 去做所謂債券部位的一個佈局 那後面為什麼就開始一路的降呢 因為知道美國要開始一直印鈔票 所以美元的保持性很差 所以對於在線來講的話 他們就把之前買多的一個債券部位 就一路的開始清 可是現在都還沒有降息喔 可是有很多的基金經理人已經開始在預期 他認為說 未來降息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之前的部位太低了 我們必須要把它加上去 所以如果說是 以他們現在的一個投資部位來講 債券還是占他們現在最看好的一個 投資標的之一 再來就是醫療保健民生消費 我講的是以美國的一個大基金為主 所以言下之意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時間買美債的ETF是OK的 然後呢 這個接下來你就要去看 這ETF裡面是美國公債佔多少的比例 或者是美國的一級債券 在這個ETF裡面佔多少的比例 因為現在會出市的其實都是高收益 甚至像AT1這種Cocobank 這一類的話比較是屬於那種 債券比較差的 就是從海景第一排變海嘯第一排的 這種債券 那如果說這種債券不會存在 在ETF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你投資是OK的 這是我的答案 OK 好 戴文希 我先聲明 做任何商品都不建議all in 全部壓下去 反正都不要all in就對了 對 留一顆子彈給自己 那 要去買美債ETF之前 我認為說你要 你要確認 比較確認一下說生息已經結束了 如果生息還沒結束 那美債有可能再往下跌 那生息如果 結束了那美債才有可能 往上走 那前提是通膨要壓得住 那如果說前提壓不住 通膨壓不住 又開始生息的話 那可能最慘的一個情況就是 股債雙跌嘛 那股債雙跌 就是會造成一個更加惡夢的開始 所以說你要確定說 通膨CPI指數這些都已經 差不多停下來了 那也不再生息了 這個時候再進場 然後分批進場 那至於說 剛剛題目是說 把存股的錢挪到ETF來嘛 這我倒是覺得可以挪大部分過來 因為 依照我們存股的標的來說 它這漲幅不見得 會比美債漲的還要多 但是如果把錢挪到 比較活潑的 像AI之類的股票來說 那反而是應該挪到這一塊 因為漲的時候 可能漲個五倍十倍都有可能 OK好 存股部分可以挪移 不過 因為在生息的階段的話 這個價格還是可能繼續往下跌 這個實際點 大家都自己這個拿捏一下 好沒有人來看 我們看一下這個金融股的部分 最近當然這個金融業出了很多事情 瑞士銀行也同意用30億的瑞士法郎 來收購這個瑞士信貸 那麼大家非常關心 因為最近這個金融股 被賣超的情況也蠻凶的 然後股息的配方大家不太滿意 那我們剛才講的趙鋒金 是用保留盈餘 希望可以鼓勵穩定一點點 這個階段金融股 會建議怎麼操作呢 佑明哥 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金融股漲了一波的時候 我就會講 大家不要去追 尤其存股足 那時候追金融股追得很兇 我說你要真的要買的話 就在今年的4月再來買 為什麼 當時我為什麼會抱著這種講法 就是因為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得到 去年金融業大部分的 不要說是賺錢賺得很少了 那有的甚至根本沒賺錢的 所以今年要怎麼配息 今天沒有辦法配息 所以當他們的股力政策去宣布出來之後 股價一定是有失望性賣壓出來跌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已經在跌了 對不對 那如果呢 我這樣子講了 如果你是存股足的話 你做價差交易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你如果是存股足的話 我覺得現在呢 可以進場買一些的 現在可以開心 對 可以進場買一些 那下一次呢 為什麼說現在可以進場買一些呢 因為這一次呢 除了鼓勵政策不如意之外 然後國際的這個銀行呢 這個倒閉事件 然後也會造成這個 金融股的股價的下跌 那可是現在呢 為什麼現在可以買 我們第一個呢 因為台灣的金融業 這個體質本來就很好 你說真的會不會破產 我們不敢講 就是說一定不會破產 可是呢 即使哪一家今天哪家金融機構說 啊我不行了 我要撐不住了 政府也會想辦法幫他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那第二個呢 去年為什麼大家賺的錢賺的很少 第一個是防疫險嘛 對 那防疫險的這個重傷害呢 到今年6月大概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以後 10年之內還會不會再有這種 這種的這個保險出來 推出來應該不會了吧 我想大概 但沒有人敢推出這種保險了 所以未來的10年保險業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這個傷害了 那第三個呢就是呢 因為你債券的這個價格下跌 造成了很多的這個保險業 或者金融機構 對 帳商的虧損 那帳商的虧損呢 那這剛才我們也講了 那總有一天它這個利率要下降的嘛 那利率下降你的債券價格會回來嘛 所以它這個利損都可以衝銷掉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眼光不用說擺在今年 我們擺在明年後年 這兩年 那麼兩年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你現在逢低買進的這些金融股呢 你到時候的殖利率就會相當的高了 相當高了 那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萬一啦 萬一真的發生了金融風暴了 萬一真的發生了金融風暴 那金融股一定會跌得很凶 那到時候呢再進去買 就是如果發生金融風暴的話 那麼三個月之後 就第三個月 就開始進來買 OK 所以現在可以開始佈局 金融風暴的話 反而逆勢操作盡量買 對啊 存股主板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我們台灣相對來講的話 這個維京絕海控制的 是 還辦法控制下來 絕海控制的 小公 ballots 接種 … ……… ……… ………… ………… …